中越战争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看着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他们对中国屋里提出领土要求 把历来属于中国地西沙南沙群岛 宣称为越南的领土 并出兵侵占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 他们在中越边境地区集结大量武装部队 依在侵犯中国领土 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 修筑公事 任意开枪开炮 酿成严重流血事件 貌似整个东南亚未发生排华的只有泰国 因为泰国人信国 确实特别友善友义官发生的枪击事件 震惊边防将士太讽刺了 你真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在半年中 越南的武装挑衅就达七百多次 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三百余人 中国那时候刚结束文化大革命 好多部队的兵连枪都没 摸过 而越南早做好了战争准备 就是要打中国 结果怎么挑衅 中国这边都没反应 你挑衅你的 我过我的 结果时间拉得太长 越南军队从一开始的全面战争 准备到最后被拖的感觉 中国怂了 边境的好几个师给调去了缅甸 中国这才开打 直接用一群经历了十年动乱 没有战争经验的兵 和一堆战术理念 还停留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军官 能推到越南首都边上 所以战争不是你 如果我就反击 要反击也要攒足力量 一击击倒对手 除非我本身够强大 能做到第一时间就揍你 否则只能隐忍击散力量 最后一闷冠干道 邓爷爷宣称 要给这忘恩负义的越南人一个教训 1979年2月17日凌晨 我军奉命对越自卫反击 1979年2月17日 新华社人民日报奉命发表分析 环机宝卫边疆的声明和社论 1979年2月17日凌晨 解放军坦克部队某部越过红河空 入越南老街上 注意时间 人民日报发文前就开始动真的了 1979年2月17日上午九时时分 我军三七师顺利占领红河对岸230高地 为大部队打开通道 迅速通过洪福桥 我军在大口径加农炮 在河口沿岸准备向越军发起攻击 极其惨烈亮山战役打响 解放军炮兵对亮山及亮山外围目标 进行了猛烈轰击 152榴弹炮群对最前沿作战起了很大作用 凶猛的火力摧毁的越军大量有升力量 但是也必须证实 越军的炮火也打得同样凶 我方不少的军队和人员 因此成片成片的消失 连尸体都找不回来 火陷入党 没有任何物质的刺激 没有今天任何的作秀成分 收复老山的战斗也将打响 许多青年人永远也回不来了 他们化成了高耸入云的纪念碑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